诈骗是全球都面临的问题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枢纽 高度数位化 让人们频繁使用网络互通 诈骗集团也借机渗入作案 导致诈骗案连年攀升 诈骗集团利用生成室AI 加快了生成诈骗的速度 同时诈骗的手法也是日新月异 越来越难察觉 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 同时也深受其害 他们要如何预防 诈骗集团利用AI审伪技术 进行变脸变身 任何人都可能陷入诈骗陷阱 带来更迫切的防诈需求 新加坡因此特别举办 第二届亚洲防诈狗服会 与Amazon Google Mastercard 还有Meta等国际科技公司 共同探讨新型诈骗手法 以及因应指导 会有很多的探讨是 如何做到公司 甚至民众一起的合作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政府开始在倡导 如何在立法上面 让这件事情被各界重视 这个诈骑它一定不会 只有一家银行 它一定会跨不同的银行 甚至它会跨不同的国家 在进行诈骑 也许在新加坡这边 它是属于技术核心募群 那它的call center 也许是在柬埔寨 然后锁定的被害对象 也许是在台湾 所以这个部分都必须要 跨国来进行一起合作 所以跨国的实质合作 现在就会变成非常的重要 今年上半年 国市新加坡接获的诈骗报案 就超过两万六千起 同比增加了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五十点七的案件 是通过Facebook 还有WhatsApp等等 社群媒体和通讯平台 进行犯案 其中利用通讯软件 Telegram进行求职 或投资诈骗的案件 比去年同期 就整整多出一倍上 而且发生以上的案件 都是受害者 自愿转移资金 因此就有业者 推出防诈新科技 希望能够阻断诈骗金流 面对诈骗猖獗 大众人心惶惶 正所谓没有骗不到的人 只有不合适的剧本 随着诈骗威胁迅速升温 新国当局也只能努力提高 民众的防诈意识 防范于未然 以上就欢迎新闻特派记者 梅永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